印尼莲花政府问的 顶礼根本传神上师圣尊年生佛佛 道场所举办的一般的护魔法会 可不可以给大家写超度的护魔墓 这是第一个问题 道场所举办的一般的护魔法会 可以不可以写超度的护魔墓 如果可以的话 超度护魔墓可以取代道场卖的超度小令牌 还有超度小令牌 道场所举办的一般护魔法会 可不可以给大家写超度的护魔墓 我们这里有卖护魔墓吗 有 有人买去了以后有写吗 那有超度小令牌吗 也有 怪不得他要问我是不知道 既然有的话 我们这个彩虹雷杖寺有护魔墓可以超度的护魔墓 也有超度的小令牌 那都可以 那都可以 那就可以了 因为彩虹雷杖寺已经有这个超度的护魔墓 也有超度的小令牌 护魔墓超度护魔墓可以取代道场卖的超度小令牌吗 哪一个比较贵 一样啊 小令牌跟护魔墓是一样的 一样的价钱 那当然啦 可以互通 护魔墓可以取代超度小令牌 超度小令牌也可以取代护魔墓 这根据彩虹雷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那你要几根护魔墓或者是几个小令牌都可以 这是随便你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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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